三中丹海高中古板第二次丹海盃航空創意美食比赛 有为新八市十四近各种来学生 担对創意料理和做形巧克力两个行务 要选出三人式料理冠军 丹海高中版第二次丹海盃航空創意美食比赛 总共有来自新八市十四个各种学生参加 比赛主题分两里分辨是創意料理和做形巧克力 丹海高中餐饮管理科创立已经第七年 我们非常重视职业教育的推展 跟国中也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那这次比赛我们有国三的同学 有十四所国中来参加 新北市教育局最近一直在往职业教育方面多努力 那这次比赛呢我们分为中餐组跟烘焙组 中餐有创意的面食汤品 以及豆腐的创意料理 那在烘焙方面呢有创意的巧克力的比赛 那作品就呈现在这个眼前 各位看到非常感动 我们今天所有的学生参赛的选手呢 都只有国中 那我们冷静的去想一下 一个国中程度就是小学九年级 能够端出这么样一系列琳琅满目的美食 尤其是强调传统跟吃健康 光是这两句slogan呢 就不得不 我这边的个人的角度 不得不赞赏他们啦 都很用心 都很努力 都看到创意了 铁德創意料理冠军的是三中哥这中下 参加学生表现为了比赛 大家做会认识 差不多有几个月 我们这次的主题 面食想要代表的意义是恩重如山 想要表达就是妈妈 妈妈对我们的母爱就有如太阳般灿烂 然后汤品的话就是心花怒棒 想表达意义是就是 就是希望因为这清汤就是很养生 就是希望妈妈可以永保青春 还有健康 铁德創意巧克力冠军是头前国中的学生 他的作品是用千层派给能够 配合母亲的围主题来表达对妈妈的爱 千层蛋糕的意思是代表母亲对我们的爱是无穷尽的 然后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构思 这个也献给我们成天下的母亲 第二个档海杯 好我们从于美食比赛 以后好像讨个话的好想交流 让自己的领域更加进步 其他本件还在华三条蔡红布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